历代至上第27章 以色列人各家族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和服侍王的所有官长 都按着他们的数目分定班次 每年按月轮班,每班有二万四千人 负责正月第一班的是萨巴地业的儿子亚硕班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他是法勒斯子孙中的首领 同管正月那一班所有的军长 负责二月那一班的是亚哈西人朵代 他那一班还有副官密基罗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三月第三班的军长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这比拿亚是那三十位勇士中的一位 管理那三十人 他那一班还有他的儿子安米萨巴 四月第四班的军长是约亚的兄弟亚撒黑 接续他的是他的儿子西巴蒂亚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五月第五班的军长是伊斯拉人山河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六月第六班的军长是提戈亚人一级的儿子伊拉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七月第七班的军长是以法连子孙中比伦人西利斯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八月第八班的军长是谢拉家族护杀人西比该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九月第九班的军长是变亚敏之派亚拿图人亚比以谢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十月第十班的军长是谢拉家族尼陀法人马哈来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军长是 以法连子孙中的比拉顿人比拿雅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军长是 俄陀涅家族尼陀法人黑代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掌管以色列各支派的记载下面 刘本之派的首领是西基利的儿子 以利以谢 西缅之派的首领是马家的儿子 是西法提亚 立位之派的首领是基姆利的儿子 哈沙比亚 亚伦子孙的首领是萨都 犹大之派的首领是大卫的哥哥 以利户 以赛加之派的首领是 米加勒的儿子 安利 西布伦之派的首领是 俄巴蒂雅的儿子 伊施玛雅 拿福塔利之派的首领是 雅斯列的儿子 耶利摩 以法连之派的首领是 阿萨西亚的儿子 何西亚 马拿西半个之派的首领是 皮大雅的儿子 约尔 基列地马拿西那半个之派的首领 是萨加利亚的儿子 伊多 变亚敏之派的首领是 亚尼尔的儿子 雅西叶 弹之派的首领是 耶罗汉的儿子 雅萨列 以上这些人是 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下的 大卫都没有登记他们的数目 因为耶和华曾经说过 要增添以色列人的数目 好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西鲁亚的儿子 约压开始数点 但还没有完成 为了这事 耶和华的愤怒 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所以 以色列的人数 没有记在大卫王的年录上 管理王的库房的 是雅迭的儿子 亚斯马威 管理郊野 城市 乡村 和望楼的仓库的 是乌西亚的儿子 约拿丹 管理耕田种地的 是基律的儿子 以色列 管理葡萄园的 是拉玛人 世美 管理园里酒库的 是石浮米人 萨巴底 管理高原橄榄树 和桑树的 是基地利人 巴利哈南 管理油库的 是约阿施 管理在沙伦 木放的牛群的 是沙伦人 施提赖 管理在山谷的牛群的 是雅蒂赖的儿子 沙法 管理骆驼的 是以色玛利人 阿比勒 管理驴群的 是米伦人 耶西迪亚 管理羊群的 是夏甲人 雅西 以上这些人 都是给大卫王 管理产业的官员 大卫的淑妇 约拿丹 是一个谋士 这人很有智慧 又是一个经学家 哈摩尼的儿子 耶歇 是王仲子的老师 亚西多福 也是王的谋士 雅基人护筛 是王的朋友 亚西多福以后 由比拿亚的儿子 耶和耶大 和雅比亚他 接续他做谋士 约亚做王的元帅 网胜 我保坏